在10月一个寒冷而多雨的晚上 在密歇根州的Kiko港 大约80名志愿者聚集在一个宴会厅 进行投票监督培训 有些人戴着上面印着特朗普 和保持美国伟大的帽子 他们的任务是保卫选票 63岁的庞考斯基是Kiko港的居民 他是第一批到达的人之一 庞考斯基对路透社这样表示 特朗普总统在密歇根州的支持率落后于乔拜登 特朗普一再对这一结果表示怀疑 称其被操纵并敦促支持者注意舞弊行为 特朗普的言论促使克里克斯 参与到这次的选举中来 克里克斯说道 这些自我认命的民调观察员 让一些人担心 选举日到来之际 在投票过程中可能出现对抗和恐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杨 斯文新党